为什么说肌肉记忆不靠谱? 肌肉记忆得到了满足,肌肉记忆吹退了得到满足 这个东西一旦形成之后,它再也不懂用脑子了 你让它吹琴的时候脑子思维介入你吹琴的过程,那比杀了它还难受 有些人就那么极端的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状态了,也很难去改变 所以大家一定要防危度见,从一开始我们就千万要特别小心 不能让肌肉记忆去影响到我们的本能 大多数时候是个好东西,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你碰到热的东西,马上手弹开,这是好的本能 但是也有些会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,当你真正想要进步 真正想要做一些不同一般人的行为的时候 就一定要在过程中时刻大脑介入进去,不能依赖本能 这个也是我一个教学的宗旨,肌肉记忆也是不靠谱的 我们更多说要靠脑子去指导 萧口琴,演演讲一批批搜索隆灯节